悬疑爱情剧《乌云玉角月》在时空中穿梭,在城市与荒岛中来回切换,共同经历风雨,无论经历多少个时空,爱总能让他们认出彼此。 这部悬疑爱情剧由李依童、金汉、曾可妮、王子瑞主演,改编自丁墨的同名小说,讲述的是乌玉与弹角在游轮上相遇,却因空间磁场引发的折叠落入了时空缝隙,两个人更是在不同程度有着记忆的缺失。 在寻找记忆与真相的过程中偶然在剑,开启了往复于陆地时空和游轮时空的旅行。 乌云玉角月,时空穿越题材新颖,在追剧中玩转剧本沙。 这部悬疑爱情剧不仅有悬疑的成分,其中甚至有一些特殊的能力介入,而这个特殊能力的拥有者便是乌云玉角月的女主弹角,她拥有着遇知未来的能力。 女主弹角具有较强的推理能力,是一位悬疑爱情小说家,在钻石星辰号游轮上与天文物理学高材生乌玉相遇,弹角在醒来后失去了一年的记忆,而乌玉也失去了部分的记忆。 弹角由李依童饰演,李依童的资源一直都很好,各种类型的角色都饰演过,演技虽然不能算是绝妙,但也重归重举,也曾带给观众视觉盛宴。 李依童是标准地在湖中红起来的,演了很多的女主却积不起火花,但近几年她的关注度开始慢慢提升了。 李依童是凭借着半腰倾城,获得了关注,在半腰倾城中的扮相也受到了一致好评。 《魅者无疆》也是一部非常不错的剧,李依童很适合古装扮相,苍蓝绝中的私命星君就可以证实这一点。 乌玉不仅是一位高材生,而且还拥有着较强的武力值,在失去部分记忆后,乌玉也有所收获,她获得了远世鹰眼能力。 在预告中,谭角在失去一年的记忆后,一直想要去寻找自己遗失的记忆,她想要知道曾经一年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,也想在时空循环中救下乌玉的妹妹乌妙。 而乌妙是连环谋杀案中的受害者之一,在谭角与乌玉经历着时空循环中,也一直在探查着连环谋杀案,阻止这则连环谋杀案,也拯救乌妙。 在两个人寻找记忆与真相的过程中相遇,最开始两个人一直在想要找到到底是什么因素,造成了这次的时空穿越,找到规律以后才能更好的去规划一切。 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,谭角与乌玉也开始产生了感情,但事实上谭角在一年前就已经遇害,最后是在乌玉的帮助下穿越了时空,反过来反而制服了凶手,而凶手想要杀害谭角, 也是因为谭角拥有着预知未来的能力。 在穿越时空的过程中,谭角找到了这些凶手,让曾经预言中的画面变成了现实,再加上乌玉的妹妹也遇害,找到凶手就是谭角与乌玉的执念。 之前也有不少穿越时空的电视剧,但大多都是穿越到了古代,但这部剧不仅穿越在两个时空,甚至还是在进行循环的时空穿越,半个月就会进行一次穿越。 也正是因为穿越,导致他们存在着多重的身份,甚至还需要在多重身份中去寻找真相,这样的剧情很难不让人感到惊喜。 而写下乌云玉角月,原著的作者丁默,自然也就脑洞很大了。 丁默毕业于北京大学,专写填宠玄爱类小说,曾写过,如果蜗牛有爱情,他来了,请闭眼,美人违线,你和我的清晨时光。 此次丁默也是担任电视剧的编剧。 男主金翰质疑声不断,乌云玉角月,其余主演也值得受到关注。 饰演乌玉的金翰一直被大家称为古装丑男,因此大家对他的印象非常差,这次看见主演是金翰大家也是直言不讳。 当然最多的还是说金翰的长相,认为一张男配的脸为什么总是要演男主,换个好看的男明星不好吗? 也有人说金翰作为红三代难道了不起吗? 电视剧与演员还是可以分开来看的,无论这位演员曾经是什么样子,演过什么样的剧,装造是否好看,与这一部剧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。 可以说只要这部剧的剧情好,演员的演技好,颜值看得过去,一切都是没有问题的。 除了李依童与金翰以外,其他的主演与配角也都值得一提,也可以了解一下剧中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。 曾可妮饰演的壮鱼是《弹角的闺蜜》,也是一位科幻小说家,她具有较强的理解能力与分析能力。 而曾可妮可以说是选秀出身,虽然在选秀之前也有一些作品,但却是在参加了《青春有你二》后才获得了广泛的关注。 曾可妮曾经也参演过《宝塔镇和妖之鬼木龙关》,对于悬疑剧或许也是有所了解的。 王子瑞饰演的沈时燕是一位极具武力职的警察,作为警察她一直保持着她的公平正义,维护着正义,一直负责抓捕莲坏谋杀案中的嫌疑人,也是壮于的官配。 王子瑞客串过由陈小春,邓紫衣主演的恐怖惊悚电影《午夜出租车》,主演过悬疑电影《腌制错》,出演过古代悬疑推理剧《少年神探敌人节》。 王子瑞也参演过好几部战争剧,武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,警察对于她来说是合适的。 范金伟饰演的是乌庙的男朋友朱宇童,开了一家文具店,在邮轮上朱宇童认识了乌庙,两个人从乡时走到了乡恋,朱宇童为人温和,喜欢音乐与文学。 范金伟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,主演过军旅剧《维和不兵营》,参演过《九州飘渺路》,《全职高手》,《山河令》,《千古绝尘》,范金伟的长相具有少年感,就像是林家学长的感觉。 吴静怡饰演弹角的情敌陈如荫,她是乌玉伯导臣教授的女儿,也是一位拓扑学在读研究生。 吴静怡参演过电视剧《听雪楼》、《尹娘》,参加过综艺节目《舞蹈声》,舞蹈能力不错,还参演过惊悚电影《夜半哭声》。 不得不说参与这部电视剧的大部分演员,都曾参演过悬疑类的电视剧或者电影,在这方面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经验, 这部剧也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是一部剧本杀,所以很期待与演员们以及网友一起边追剧边推理真相。